金正恩说他已经试射氢弹成功 氢弹如果跟我们大家熟悉的原子弹来讲的话 是多了三千多倍 待会儿孝伟哥告诉大家 包括氢弹跟原子弹到底差别在哪里 还要告诉我们原来很久很久以前 苏联 早期的苏联 俄罗斯 已经把氢弹试爆成功过 对 当人类开发出原子武器之后 发现这原子武器的威力非常大 广岛一颗炸下去 长期第二颗炸下去 全部马上几百旗 日本就投降了 对 然后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在他们第一次的这个叫十字路计划 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 就是比奇堡 对不对 试爆了一系列的原子弹 跟核子试爆以后 美国就发现原子弹 它其实本身变成一种大规模杀伤 这种非常有效的武器 但是苏联他们开发原子弹的速度也很快 他们在1949年就试爆了 他们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算最早的是吗 对 就是美国之外 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就是苏联 当然除了苏联之外 后面还有很多国家接二连三接着爆 美国为了要维护 它在世界上核武器的最高优势 等于说我今天我拥有最大的核武器 我炸下去 你怕我用这个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炸下去 所以那你就不敢对我用核武器 所以当时就开发了这一系列的 它等于说是氢弹的竞赛 氢弹它本身 其实又有一个名称叫做热核爆弹 什么叫热核爆弹呢 因为氢弹的原理本身 它是要运用到我们刚刚讲到氢的同位素 刀跟穿 然后在自然环境下进行核融核 但事实上这个自然环境下 根本不可能进行核融核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大的树酶 这个树酶是什么呢 就是原子弹的爆炸 因为我们每天看太阳 太阳我们能够放出那么大的能量 它本身就是太阳内部 太阳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是做一个超大型的原子炉 然后它在内部不断地进行这样一个核融核反应 所以它能够释放出这样大量的光跟热 所以你看 我们如果要今天成功试爆一颗氢弹的话 就要先引爆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它爆炸的力量 让它里面的氢的同位素 刀跟穿 在大气的这样一个环境中 产生核融核以后 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所以美国在1952年 他们第一次试射氢弹 这个氢弹一试下去以后 大概差不多等于一千多万吨的黄色炸药 威力大到把美国人都吓坏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选择了一个太平洋的环郊 去进行试验 然后这个氢弹一炸以后 这个人造太阳蹦了以后 在地上只留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坑 美国人就知道这个氢弹的威力有多大 那苏联人说真的 他们也不愿意落后 因为你知道美国有了氢弹 那苏联一定要有氢弹 一定要跟上 对 如果没有的话 那对不起 你不就占我上风了吗 那个打起盒子大战来 对不对 我就完蛋了 所以苏联他们曾经开发过 最大的他们在北极海的新地岛 丢下了一颗炸弹 叫沙皇氢弹 你看沙皇氢弹多大 一般比原子弹大好几倍 对 大概几倍 两三倍有 不止 它这个大概我估算了 它这个大小可能是一般 像台小飞机 对 像台小飞机 大概是广岛原子弹 大概十来倍大 但是它的威力不仅仅只比 你看它还用一架特殊改装的 TU95轰炸机 才能够在沙皇氢弹 对 然后它这个大小 你看 它这个氢弹的威力 它等于5700万吨的黄色炸药 来 我们现在就这边用一个图 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沙皇氢弹的威力 到底有多大 要比较原子弹跟氢弹 对 这是最早的 我们看到 这个是我们台北市 你看到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 巴德路 市民大道 大安区 是的 就选择台北市政府这地方丢下去 这个是广岛的原子弹 炸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毁伤杀伤的这个范围 大概4分之一个台北市 我看这个其实应该比4分之一个台北市还要小 因为你看 这边才大概到建国高架 其实大概如果整个台北市来讲 大概是市中心那一小块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换成沙皇氢弹 丢下去 丢到台北市的话 你看看它的威力有多大 整个北台湾 整个北台湾都起了了 到新竹到宜兰这一块 对 这一整块你可以看到 它都是会受到爆炸 影响所及的这个范围 所以你看它这个沙皇氢弹 丢下去威力有多大 本来这样一块 然后就大大大大 本来是这样你看就像手指 几乎就是这个红标的大小在这里 然后一个红标在这边 原本那个大小在这边 在这边差不多对不对 但沙皇氢弹丢下去对不起 整个变成这么大 对不起